欢迎回来 这里是预示昆仑爵世界极限格斗大赛 昆仑爵十三诸神之战总决赛的现场 现场的观众们已经等待了一夜 而喜欢国际喜欢昆仑爵的朋友们 等待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昆仑爵历史上第一次推出的世界王者大奖赛 诸神之战 今天终于走到了最终王者决战的时刻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回顾一下诸神之战的旅程 2014年 一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级搏击赛事诞生 它以万山之祖为名 以发展中国现代搏击为使命 昆仑爵 经过一年的快速发展 成功将中国搏击推广到国际 2014年7月 昆仑爵发起了一场局势瞩目的搏击战役 诸神之战 十六位七十公斤级世界级选手 汇聚中国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场寒暢淋冰的比赛 谁将成为昆仑爵守卫诸神之地 下面进入决赛时刻 王者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请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 在那个方向 就是昆仑爵 总决赛总冠军的奖杯 而且今天晚上 五百万元的总冠军奖金 将会决定他的归属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出经历了四个月大战 最终走进了王者决战的蓝方选手 澳大利亚的黑色猛兽 Victor Nogby 欢迎出经历了五百万元的总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替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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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方选手仅仅继练习了四年职业搏击 就能将泰拳王子波球打得令人搀扶下场的澳洲猛兽 Introducing first, find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the black beast, Victor Nogby 欢迎红方选手 白俄罗斯现役的特战队员被誉为国宝的Zialis Jouyev 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来自韩国的Ken 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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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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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青海卫视昆少传媒联合打造的由意识品牌独家冠名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爵 内蒙古战的比赛现场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昆仑爵诸身之战的总决赛 现在决赛的两位选手 一个是来自于白俄罗斯的组业府 另一个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维克朵 比赛战已经开始了 我是现场解说 综合陈沛 我是蔡之前 经过了几个月的征战 终于来到最后 两位要争夺冠军 在我们这个诸神之战 好多神都掉下来了 第一个是这个Andy Sauer 先出局 刚刚看到我们这个KO王八猜 也被我们的反恐部队搞定了 直接打混在台上 由这两位新秀 来主宰了 今天的诸神之战的冠军战 所以KO王八猜整个比赛的水平相当的高 世界冠军在这里也不能轻易 对的对的 这个有点是毁神的擂台 对毁神的擂台 相当的成功 今天这个比赛应该说是 这个ZUF打的比 对 哇 太冲一秒了 真的是 连这个Vicot这么强的一个人 都被ZUF扣来居上 要知道这个ZUF是后补的 对是后补的 后补的选手也这么强太厉害了 对 这就是 这个 所谓战斗的民族 对 在明年啊 我们这个江总有强调 明年奖金还会再提高 出场费也再提高 然后Tony总监也在说 明年更厉害的像亚珊克莱 还有Royl Jones Jr.这些世界级大将 都会出现 很快就会出现了 请观众拭目以待 好 我们现在看 Victor有没有办法在很快的时间内 恢复他的状况呢 好 Victor似乎恢复了一点点 他的一个战力 但是ZUF啊 用低扫来干扰他 这个Victor啊 两下直拳都非常重 似乎是恢复了 对 已经恢复了 但是分数是被扣了 哇 很重哦 因为 刚才ZUF刚高 对 CARE的巴塞 对 威克多肯定也害怕 哇 继续压着 ZUF越战越勇 对 这次的换拳呢 Victor稍稍落到下风 但是那个Victor 能不能再抱一个冷拳 KO掉这个ZUF呢 还不知道 威克多也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拳手 是 他的身体的素质非常好 好 那我们这位反恐的高手啊 除了枪防好之外 这位近身的格斗 才练了三年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 第一局应该是 SUF赢了 对 我们再看曼东做了鬼放 非常令人震撼了一次击倒 好 左架选手一个1-2 前手加后手 这个Victor晃了一下 撑不住就倒在地上 好 非常耳朗 又中了一次啊 前手刺拳 后手中拳 再次击中Victor 后面这个Victor有做了反击 幻兔两下拳斗击中 这时候可以七个斧刚才 对对对 换个角度攻击 M Plus智能设备 更精准反映身体点滴变化 M Plus智能APP 及时定制轻而易举的专属塑型计划 M Plus纯牛乳 适量而清脆 智能塑型随便起见 好 这个场上韩国的裁判了 把这个场边的助理叫出去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看看Vicor能不能施放他的力量 是 好Victor做一个 开始进攻 高扫 刚才反击非常快速 哎 这个低扫但是自己跌倒了 要自己要小心重心的控制 哎 有点迎急 但是有点把组业夫踢出去了 主业夫就典型的欧式的打法 嗯 然后压迫式的 对压迫 这一次竟然是Vicor被压住了哦 有时候你看到欧洲这些运动员 他们常常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强壮 是的 但是特别能战斗 尤其是白二大军 对 真的是太恐怖了哦 而且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格斗家 他是一个实战经验的一个反恐怖的人员 我问他他有没有实际坐在经验 他就笑着说 我觉得没什么摇摇头 应该他有非常多的一个反恐的经验 这个组业夫的防守比较好 维克托现在打不穿他 对 组业夫就把这个报架抱得非常好 然后重心的往前 哦好好好 刚刚吸中的时候被裁判制止了 好 好 对 他刚刚的防守反击也是相当的有力 韩国裁判啊 这个Kim再度跟双方讲 不要这个过度残暴 好又进行有点残暴了 手赶快举高 不然会被裁判扣分 再扣分 再扣分扣一分 扣一分会扣出场费了 他们不希望残暴的动作出现 好很漂亮干净的一个高扫 这时候还好这个组业夫啊 双手都拿了老高 不然被踢到一定倒了 维克托可能要用一些低扫 或者是基辅的动作打开他的防守 对 那组业夫啊在用低扫 干扰Victor 这一回还没双方还没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攻击机会 哦 或者中旋 把Victor打退了 逼到神圈角落 Victor想用这个西撞开路 哎 好一个负极 应该有点痛 好第二次的一个西撞 Vitor的士气上来了 对对对 这个西撞都是实际有撞进去的 第三次啊 对于内围的防守 好像这组业夫 对于西撞的防守比较差一点 对他把手拿的比较高嘛 对 就是 然后这个DRIV的西撞也比较不那么道地 所以Victor可能会抓住这一点哦 嘉宇发挥 哎呀第四次的哦 好 这一局应该回头赢回一局 Victor爆发啦 厂边的教练也有各种激励的方法 刚才看啦 Victor厂边教练啊 就拼命打了巴掌 让这个Victor这个黑色猛兽啊爆发出来 Victor都会被逼到的角落啊 西撞 这个西撞往前一顶啊 顶得非常的深 一半人早就顶不住了啊 然后再做一个后手的重击 都是针对身体的做打击 嗯 白顶 三 눈 呃这个 场边啊都喷了太多水 一定要擦干净 不然会影响比赛的阱行 他如果故意把水泼的到处都是 会被扣分 我觉得第三局还是非常关键 因为前两局很有可能各赢 对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现在 紫月夫稍战一点 但是 他的战力后面就上来了 目前的拳脚都非常的重 双方打得都很重 对一个组合 好 拳腿组合 好 这个踢腿的一个就不太好 好 该Victor又要做超人拳 没有完全的打进去 那Victor有可能还会再次用膝状 因为他觉得膝状非常好用 而且Victor的体能是比较充沛的 抓第三局 是 好 膝状又上来了 这个ZRAF要小心一点 铁打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一直膝状 那Victor的这个整个拳的力道也开始加强 好 这个距离做一个后仰的闪躲再加个膝状 他们俩应该是第一次结束战 所以呢前面还有个互相适应 对 那Victor吃了一点亏之后 目前开始抓到了一个作战方式 就用这个左右的高扫封住了ZRAF的拳 那再用这个中端的一个膝状 伤害这个队对着ZRAF做成一个身体的伤害 那你看到ZRAF的膝状完全没有一个影响力 对于中端的T级相当的重 ZRAF可能还是要靠拳 是 但拳呢被这个Victor的高扫封住了 ZRAF目前的踢得非常的重 哦 这个要击重了 第三回合剩下不到一分钟 好 到这边 ZRAF这个膝状的动作回去需要再多练习一下 才能造成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那我觉得ZRAF的这些主要是不靠膝腿 我觉得他的主要还是要靠拳子 对 那Vietor的膝状的动作非常好 双手就是把这个ZRAF的头压下来 然后呢再挺腰往前送胯 把膝状的力量顶进去 好 双方在换拳 但是因为ZRAF在换拳的时候 他步伐没有前进 所以就没办法很准确有效的打到Victor 好 Victor再度被压到神圈角落 还有最后十秒还有 打得很加索 对 今天的冠军是谁呢 好 等着采犯的宣判 他真的不知道是谁 对 不知道会不会平局谁 我们来看看喔 刚刚在ZRAF坐下来休息一下 有可能他估计还会有延长赛 我们再看慢动作回放 一个拳腿 接完腿后手重击 可以看到这个踢都不是很到位 这是ZRAF的缺点 好 抓到西装了 今天撞一下 两方在这一次的西装都有点消极 我们两个都创造了历史 因为猪神之战 是第一个由中国的品牌赛事 取冠的世界大奖赛 好 Victor做一个西装 就没有白成 挺邀请的不够 如果Janice获得了胜利 那他是最幸运的人 以替补的身份 居然最后走到了最终的胜利 好 大家都很关心了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 三位裁判给出的比分如下 三号裁判 28比28 降平 二号裁判 29比28 一号裁判 女 二号裁判 你 哇 爆了 都是我们的颁奖嘉宾 猛牛集团 信息与创新系统总经理梁丽先生 富元木叶副总裁卢建军先生 今天医药集团浴室品牌董事局主席 我们的大赛冠名商金东涛先生 以及昆仑局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 昆仑局大赛的联合创始人托尼晨先生 一起登台 为最最幸运的祖爷夫 欢发诸神之战 总决赛总冠军的 奖金金腰带和奖杯 金腰带来 来 请几位 几位 共同为他围上 恭喜这个最幸运的人 他戴的这个帽子应该是各战队员的费联帽 有请大家把奖杯交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6位帝皇 补慎田惊丸 补气补雪 温慎壮扬 愿男人生活更精彩 浴室品牌 值得信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